杨靖宇一位叱咤密林血缘的抗日将领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究竟展现了怎样的英勇和壮业 这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勇士在他牺牲后 为什么会让敌人肃然起敬痛哭流涕 杨靖宇将军牺牲前后究竟发生了哪些汉人心魄的故事 中共黑龙江省委政法委调研员张旺昭先生 请请讲述杨靖宇将军英勇殉国的悲壮历史 英雄之死敬请收看 在上期节目中张旺昭先生讲到 面对日本关东军全力讨伐 杨靖宇率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 在位于中朝边界的老岭地区开创了抗日根据地 但是由于部下成兵叛变投敌 杨靖宇不得不帅步转 离开刚刚开创的老岭根据地 杨靖宇和他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 又一次陷入险境 那么 1938年10月 一天深夜 杨靖宇的部队转移到临江县 一个叫岔沟的地方 他的部下向杨靖宇提出一个要求 能不能让我们歇一歇 太累了 杨靖宇扫视了一下周围的地形 感觉这个地方不太适合休息 但是他一看战士们 确实是太累了 一个一个摇摇晃晃 站都站不稳了 这个时候如果一旦跟敌人遭遇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杨靖宇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了 那咱们就歇一歇吧 其实这个时候杨靖宇本人 他何尝不是又恶又困又累又乏呀 就这样 杨靖宇和他的部队在岔沟这个地方 就歇息下来了 天要亮没亮的时候 一个侦察的战士向杨靖宇紧急报告 不好了 对面山谷的谷口发现了敌机枪 杨靖宇一听 激劲一下子 然后下了一道命令 都起来 马上抢占高地 军令如山倒 这战士哗一下从地上起来了 然后几分钟的功夫上山了 抢占了这一带的制高点 接着刀出窍 进上堂 严阵一带 过一会儿天亮了 天亮了 山下的东西都看清楚了 杨靖宇就明白了一件事 成宾来了 为什么 第一 谷口那射机枪 这说明敌人知道杨靖宇的部队 可能在这里歇息 第二 山下 到处都是敌人的帐篷 这天亮以后杨靖宇才发现的 这说明敌人知道杨靖宇一旦发现敌人的机枪 马上会占领这块高地 谁能对杨靖宇有如此准确的判断力 成宾 别人不行 杨靖宇就知道了 肯定是成宾来了 过一会儿 帐篷里没有动静 不见敌人走出帐篷 对杨靖宇发起冲锋 头上听到了飞机的声音 杨靖宇抬头一看 果然 敌人的飞机在头上盘旋 接着看到敌人 飞机往下扔东西 扔什么呀 扔炸弹 不是 船单 那船单像雪花一样飘飘洒洒的就下来了 其实这些船单啊 杨靖宇就是不看也知道上边的内容 暂时把这船单捡起来给杨靖宇念 杨司令 你跑不了了 你处在我们的绝对包围之中投降吧 这是一张 第二张 杨将军 满洲国愿意你共图大事 有一张 再拿一张 杨将军 我们需要你 有一张 就是类似的话 其实 用飞机撒穿单的办法向杨靖宇劝降 固然是敌人第一次使用的办法 但此前 还有很多 劝降的手段 都已经对杨靖宇使出来了 周尔富先生写过一篇文章 杨靖宇将军的转略 这个传略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日委当局派了一个朝鲜籍的特务 来向杨靖宇劝降 条件就是 只要你投降 只要你归顺满洲国 你要什么 给你什么 结果杨靖宇一怒之下 把这个朝鲜籍的特务被处决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人 他双手沾满了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鲜血 罪大恶极 罪在不赦 这个人临死前说了这样一番话 过去我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人能不为各种利益和好处所打动 但今天我相信了 所以日本人用飞机撒传单 用这个办法劝降杨靖宇 杨靖宇固然对这个方法感到心气 但对于劝降这件事情本身一点都不感到心气了 根本不予理睬 按照传单规定的实验 杨靖宇没有做出任何投降和归顺的表示 敌人开始攻三了 一直攻了三次全部被杨靖宇打退 这个时候成钉就给日军司令三木出主意了 说咱们不要攻山了 如果强攻 咱们不是攻不下来 咱们人多强夺 但是咱们的伤亡太大 杨靖宇是山地战的专家 他已经占领了制高点 你跟他搞山地战 你打得过他吗 那损失 那代价太大 咱们就困着他 不就一座山头 咱们给他包围起来困着 困几天 他们饿也饿死了 到那个时候杨靖宇要么你下山头行 要么你活活饿死 三木出领一听 这个主意好 于是敌人按兵不动 就在山下这么一圈帐篷 把这个山围住 困着杨靖宇 我看你怎么办 当天晚上杨靖宇决定突围 怎么突呢 什么时间突呢 杨靖宇把这个时间选择在第二天的浮小时分 天要亮还没亮的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是敌人最困杂的时候 选择什么地点呢 他就观察白天是帐篷 晚上是篝火 他就看哪一个方向的篝火 相对稀疏一些 他就发现西北方向 那个方向 篝火不多 同时他又注意到 那个方向有一处断崖 毫无疑问 敌人以为这段断崖 可以阻碍 杨靖宇的突围 所以在那里派驻兵力不多 杨靖宇当时决定就下这个断崖 从这个方向突围 那么这个断崖为什么没有构成对杨靖宇的阻碍呢 这是一个历史之谜 现在已经找不到答案了 不知道杨靖宇用什么办法使他的部队安全的下了这个断崖 先下断崖的是杨靖宇的机枪班 由李鸿光带领 下了断崖 向敌人的封锁线走过去 天黑啊 那里是篝火啊 因为敌人不敢相信杨靖宇敢下山 所以呢 虽然发现前面好像有人影 也没想到是杨靖宇的人 以为是自己人 一个伪军就用中国话问什么人 李鸿光他是朝鲜人呢 他用朝鲜话回答了一句自己人 结果他说这句自己人被伪军误以为是日本话 那日本话那是自己人 走到跟前 李鸿光突然开枪 机枪班端着机枪 一顿扫着 一下就把这包围圈打开了 但这个时候 日军司令三木和叛徒成兵失算了 失算在哪里了 这个时候如果他们马上过来增援的话 杨靖宇能不能突出去 也是个问题 但是成兵有话在先 说杨靖宇惯用声东击西之际 哪里的枪声越紧 哪里越不是杨靖宇要突围的地方 那些个日北军怕中了杨靖宇的声东击西之际 所以这边枪怎么响 他就是按兵不动 等明白过来 杨靖宇这次不是声东击西晚了 杨靖宇硬是撕开了一个口子 冲出去了 三木气坏了 成兵扫坏了 为啥 日伟当局把绞杀杨靖宇的希望就寄托在成兵身上了 成兵也向日伟当局表示 但是我对杨靖宇了如指掌 他的任何计谋都将被我识破 结果就这个计谋他就没识破 杨靖宇又一次创造了东北抗日幽击史上的一个奇迹性的战力 出去了 从1933年到1939年的七年中 杨靖宇将军曾经与日本关东军四任司令官斗智斗勇 一次又一次的粉碎了敌人的重兵围剿 同时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杨靖宇成为了日军的第一号心腹当官 1939年夏天 关东军司令部下令 悬赏两万元收买杨靖宇的人头 同时计划调集维满洲国所有能动用的机动部队 对杨靖宇和他领导的抗联第一陆军进行一次彻底的大讨伐 那么日军的这次讨伐行动 又会采取哪些更为残酷的手段呢 日伟当局开始对他下死手了 下什么样的死手啊 我给日伟当局的死手概括为12个字 派重兵选能将轻肃于学狗士 咱先说派重兵啊 重兵重到什么程度 当时也就是1939年到1940年这个之间 日伟当局留下的大案资料记载 驻扎东北的关东军是70万人左右 还有十几万的伪军 那么这些兵力都是对付杨靖宇的吗 当时日伟当局提出了一个口号 叫举全国之力剿灭杨靖宇 因为当时东北战场上的主要抗日部队已经相继的被日伟当局剿杀掉了 只有杨靖宇还在战斗 选能将 选什么样的能将 日伟当局在南满成立了南满防卫总指挥部 总指挥是日本关东军少将引赴昌德 参谱长是日本特务头子北部帮袖 大家可不要小瞧这两个人啊 这两个人都是一流的军事专家 都是日伟军界明星级的人物 专门来对付杨靖宇来了 什么叫青四野啊 不是搞过集团部落了吗 注意啊 以前搞集团部落是建立无人渠 这个地方杨靖宇活动的地方 不能有人 只要有人 我不管你是不是抗连的人 我都给你干掉 这次他们深化了一步 由无人渠转化为无良渠 这个地方只要杨靖宇或者他的士兵可能出现 那么这个地方不仅不能有人 而且不能有粮 一粒米都不行 有一个老汉 在地下埋了一袋子米 被日日伟军发现了 日伟军就放了一条军权 把这个老汉活活摇死 而且1939年 日伟当军还干了一件非常不人道的事情 就是庄稼没等涨成了就强迫老百姓收割 庄稼没涨成了 第一 那东西没法吃 第二 第二年的肿粮怎么办 所以那年饿死了不少中国人 你不是抗连战士 你是老百姓 你都没法吃 没法吃那个饭 这是青四野 学狗狮又是怎么回事 狗身上的狮子据说 他只要咬住狗皮之后 他就死死不放 直到吸饱了血为止 所以日伟当局发明了一个 专门对付杨敬宇的狗狮战术 这个狗狮战术简单一点说 就是成立一些挺进队 搜索杨敬宇 也可以把这些挺进队叫搜索队 只要你发现杨敬宇的行踪 你就给我咬住不放 不惜一切代价给我咬住他 这叫血狗狮 当时杨敬宇所处的环境是什么环境 四周是几十万关中军的铁壁合围 天上近百家的飞机 在搜索杨敬宇的行踪 而地上有很多挺进队 也叫搜索队 在森里 在荒山上搜索杨敬宇的行踪 所以我把这些挺进队或者搜索队 统统叫做狗狮队 我们的杨敬宇将军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天才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从1939年的夏天 杨敬宇一直和敌人周旋到1940年的春天 长达几个月的时间 敌人拿杨敬宇还是没有办法 太厉害了杨敬宇将军 1939年10月 日本关东军专门绞杀杨敬宇和南满抗连的大逃华正式开始了 杨敬宇面临他战斗生涯中最为严峻的一次挑战 为了既保存实力又有效打击日军 杨敬宇决定转移第一路军大步人马 自己率领警卫旅400多名官兵 牵制日军主要兵严 从1939年10月起 杨敬宇运用游击战术 有效吸引了日卫军的主力 使抗连第一路军大步人马安全转移 而这时的杨敬宇已经陷入日卫军的重重包围 1940年2月11日 杨敬宇和剩下不到十人的警卫允战士 被困在吉林省蒙江县境内的山林中 在势单力博的恶劣条件下 杨敬宇将如何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 在他平生指挥的最后一次战斗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杨敬宇这边只剩下七个战士了 七个战士死的死亡的亡 这七个战士在杨敬宇的带领下 继续在深深老林里与敌人的狗狮队进行周旋 在周旋中杨敬宇指挥了他平生最后一次战斗 那就是指挥这七个战士与敌人的四个狗狮队进行了一场较量 硬是把这四个狗狮队给压住了 乃四个狗狮队一个警察大队一个成斌挺进队一个唐震东挺进队一个崔作风挺进队 这里需要说一说这成斌挺进队 成斌投降以后敌人马上封他一个警左 接着给他成了一个专门的挺进队 这个挺进队里有手枪有步枪有机枪还有无线电台 装备是一流的但就是这四支挺进队 我把它叫做狗狮队的四支敌人的人马聚在一起七百人左右 硬是被杨敬宇带领的七个战士利用有力地形给压住了 在这场厮杀中能够杀到最后的七个人那肯定是个个身手不凡 枪法是百发百中 就靠着百发百中的枪法 敌人追到半路上硬是不敢追了 双方处于僵尸状态 天黑以后杨敬宇一看这么僵尸下去也不是个事 毕竟人家人多人家枪多我这边只有七个人 只有这么几支枪还得赶快撤离 所以天一黑杨敬宇马上带领这七个人进了林子 敌人发觉杨敬宇那边已经没人了 已经晚了 追过来之后杨敬宇已经进林子了 于是这四个狗狮队又开始在林子里进行搜索 当时因为所有的手电棒都用来对付杨敬宇了 天黑贴上了侦察机用不上了 就得靠手电棒 手电棒又不多 这四个狗狮队最后用什么办法找杨敬宇划火柴 因为冬天雪地上有脚印 就是划一根火柴找脚印 然后看这有一派狗狮往那方去就往前走 再走一段时间再划一人火柴再看 还有狗狮还继续往前走 用这个办法就非要找到杨敬宇不可了 一宿也没有找到 但是这个时候杨敬宇是极其艰难了 为什么说极其艰难了呢 他七个战士 白天以一个重担牺牲了 剩下六个了 这六个人中还有四个负伤了 杨敬宇想来想去啊 就对他的警卫员黄生发下了命令 你带领另外三个受伤的伤员 你们四个自己转移吧 不要再跟着我了 敌人抓的是我 我的目标也比较大 所以你们很可能突围出去 当时黄生发说不行 我是你的警察 要死咱们一起死 杨敬宇说 我现在是给你下命令 你要知道 咱们多活一个人 中国就多一线希望 咱们在这个时候 也应该把牺牲减少到最低限度 听我的话 马上转移 你们就是给我爬 也要爬出敌人的包围圈 后来这四个战士 真是从林子里爬出去的 如果没有这四个战士后来的回忆 我今天就无法向大家讲这段故事了 这时候杨具身边剩几个人了 两个人 一个叫聂东华 一个叫朱文范 聂东华和朱文范 奉杨敬宇之命 出去到附近的村落 干什么 找吃的 刚一出林子 刚一走到村落附近 就被敌人的狗屎堆发现了 其实附近哪有什么真正的村落 所有的村落都被敌人改造成 绞杀杨敬宇的军事据点了 大家想一想 两个人从树林子里走出来 一身的真尘 一脸的疲惫 走路都摇摇晃晃的 而且虽然把枪藏在身上了 但两只手随时坐着要拔枪的动作 狗屎堆一看就明白 那肯定是杨敬宇的人 所以狗屎堆马上就扑过来了 狗屎堆一扑过来 这两个战士也就明白了 当时就把枪拔出来了 双方又焦成火了 老实说 在平时这两个战士 凭这两个战士的身手 对付几只狗屎堆 不成问题 但这个时候 这两个战士 已经饿得快虚脱了 不要说跑没有力气 走没有力气 就是站着都直摇晃了 就摇摇晃晃的与敌人作战 最后双双重担牺牲 这两个战士中担牺牲以后 敌人从这两个战士身上搜出了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杨敬宇的一枚印章 这两个战士也是杨敬宇的警卫 由此他们断定 杨敬宇就在附近 包围圈进一步缩小 日为讨伐队判定 他们连续几个月绞杀的目标就在附近 于是调集重兵封锁了蒙江县所有的交通要报 史实的东北抗连第一路军总司令杨敬宇 只剩下孤身一人了 他穿着被树枝滑破的棉衣 和一双早已损坏的棉衣 艰难辗转于深山老林之中 这时的东北已经进入天气最寒冷的季节 根据当时的气象资料记载 杨敬宇所处的蒙江地区 最低温度已是零下42度 在极度饥寒骄困的情况下 杨敬宇做出了一个铤而走险的决定 那么这次铤而走险 又会让杨敬宇遭遇怎样的凶险呢 杨敬宇一个人在林子里 两个战士出去了 没有回来 他心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那么他有两个选择 第一在林子里活活饿死活动 第二个走出去 走出去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遇上军战斗牺牲 一种可能是遇到中国人 中国的老百姓 这样我就有救了 虽然遇到中国老百姓的概率很低 但是毕竟有一线希望 所以杨敬宇就走出了林子 这个时候杨敬宇大家想一想 也是疲惫不堪 又冷又饿了 他走出林子之后 走到了大路边上 远远的看见四个人走过来 这四个人还真就是中国人 一个叫赵婷喜 一个叫孙长春 一个叫新顺礼 一个叫池德顺 这四个人都是打柴人的模样 杨敬宇就站在那里等 等这四个人过来 这四个人走到跟前的时候 杨敬宇主动打招呼 老相 能不能帮帮忙 给我一点干粒 说这话的时候 杨敬宇掏出手里的纸币 当然是满洲国的纸币 掏出纸币摇摇 意思是 给我吃的 我给你钱 赵婷喜就说了 我没带吃的 我们都没带吃的 接着赵婷喜 就上下打量一下杨敬宇 这个时候他已经判断出 这个人是什么人了 虽然他不敢断定 这个人就是杨敬宇 但可以肯定 这肯定是抗连的人 赵婷喜就说 你还是投降吧 你要是投降了 满洲国就不杀你了 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 杨敬宇这个时候 没有否认自己的身份 笑一笑说 我不能那么做 我有我做人的原则 要是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 那中国不就完了吗 最后杨敬宇请求赵婷喜 说你们几个 能不能进村给我买一点吃的 再给我买一双棉鞋 这有钱 你们先把这些钱拿去 我多给你们钱 赵婷喜说 那好你在这等着吧 我去给你买 就把这钱借过来了 注意啊 这些细节都清清楚楚的记载在日伟当局的档案资料中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军事将领 在这个时候还恪守着中国共产党一条铁子纪律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我们不会去白拿老百姓的东西 我们更不会用自己的枪去抢老百姓的东西 而是用钱买老百姓的东西 赵婷喜是个汉奸毫无疑问 他是满洲国的一个牌长 怎么个牌长 就是满洲国的居民为主任 赵婷喜回村了 回村以后 他遇到了一个日伟当局的特务 这个人叫李正新 两个人一见面 赵婷喜马上就告诉李正新 刚才我看见一个人挺大一个个子 长得什么什么样 他是不是你们抓那杨静宇 这李正新俩小眼睛当时就一亮了 真的吗 马上就拉着赵婷喜 到日本的危警所进行了报告 报告给谁呢 日本的一个警所 这个人叫西谷 于是蒙江县有史以来最悲壮的时刻来到了 日军讨伐队总部接到发现杨静宇的报告之后 先后派出了五批讨伐队进入了蒙江县 1940年2月22日晚上 杨静宇借着夜色的掩护 孤身一人来到了蒙江河边的三道碗子 这一天是中国奥林的正月十五 是家家户户团圆的元宵节 已经连续几天历米未尽的杨静宇将军 在山中的一个小窝棚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夜晚 那么这个有着钢铁般坚强意志的将军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又续写了怎样的悲壮呢 1940年2月23日下午四点多 杨静宇等待他和赵廷喜约定的那个地点 等着赵廷喜给他送来吃的 给他送来免血 可是他等来的不是赵廷喜 更不是赵廷喜送来的吃的和免血 而是一队日伪军人 这一队日伪军警称包围之时一步一步的逼向杨静宇 这个时候杨静宇把枪又拔出来了 杨静宇将军收拾双枪 一步一步的往后退 敌人就一步一步的往前逼 西谷下了一道命令 不许开枪 抓活的 逼到进前的时候 西谷又对杨静宇喊话 杨 投降吧 你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接着西谷又喊了十二个字 只要投降就能活命 还能富贵 只要投降就能活命 还能富贵 他怎么老重复这十二个字 这十二个字是汉奸教他的 因为这西谷不太会说中国话 所以汉奸教他说 你就冲杨静宇喊这十二个字 所有的意思都表达出来了 杨静宇听了这十二个字之后 抬手就是一枪 一枪就把西谷身边的一个位军警撂到了 西谷绝望了 知道杨静宇不可能投降 于是下令开枪打死他 敌人的枪声响了 杨静宇也扣动了板击 敌人一枪射中了杨静宇的左手 左手腕子 当时杨静宇的左手腕子就垂下来了 枪也掉地起来 杨静宇右手继续还击 敌人开了好多枪也没有打中他的致命部位 这个时候敌人的一个机枪射手 把枪口对转了杨静宇的胸膛 一扣板击 一个点射一排子弹出去了 杨静宇倒下了 三十五岁的杨静宇将军 从此永远的倒下了 茫茫大地为之一颤 枪响过后 一切都归于了安静 西谷站在那不动了 开枪打死杨静的机枪射手 端着枪也不动了 所有的人都不动了 就这么静静的站着 站了足足三十分钟 这是日伟的协和杂志 清清楚楚的记载 三十分钟 西谷没敢动 没敢过去 看看这是不是杨静宇 至于是什么心态 是他不敢动 不清楚 反正就是站在那里 远远的望着倒在那里的将军的遗体 半小时之后 成斌率领他的挺进队赶到了 成斌上前一电刃 回来告诉西谷 是杨静宇 这个时候西谷眼泪下来了 接着呜呜的哭了 他为什么哭了呢 他为什么哭得如此动情呢 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是 能杀掉杨静宇 这是一个天大的功劳啊 喜极而泣啊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杨静宇在他心中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他为天地间失去这样一个大英雄 而感叹 而悲伤 所以他要哭 甚至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确认这个人就是杨静宇之后 西谷命令 用炸刀把杨静宇的人头炸下来 然后把这个功劳 火速地送到满洲国的守护心 向满洲国的最高当局报功 伟通化省警务厅厅长暗谷龙一郎 听说杨静宇被击毙 没有表现的太兴奋 他是杨静宇的老对手 他没有表现的兴奋 同时他还给部下下了一道命令 解剖杨静宇的尸体 为什么 他要看一看杨静宇的胃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杨静宇这么多天 他是靠吃什么活下来的 将军的胃被切开之后 暴露出来的是草根和棉絮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 在场的人 都落泪了 在场的日委军官都不由自主的立正站好了 大约七八天以后 暗谷龙一郎给蒙江县日委机关的负责人打电话 问杨静宇的遗体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这边报告暗谷龙一郎 说将军的遗体被我们暂时安放在荒郊野外的一个雪堆里 因为天太冷地动得太硬 没法给他挖坟修木 暗谷龙一郎下了三个命令 一个是既然将军的头颅被你们用杂刀砍下来送到新京了 你们马上做一个假头安在杨静宇将军的遗体上 这是第一个命令 第二个命令 你们要做好安葬杨静宇将军的准备 第三个命令 准备好了之后马上通知我 我要亲自去主持杨静宇将军的公祭仪式 这一天暗谷龙一郎来了 他亲自主持了对杨静宇将军的下葬 按照暗谷龙一郎的命令 当地所有的村长以上的为满洲国的干部 一个没落全部出席了这个公祭仪式 凡是参与过绞杀杨静宇的各级军团 全部到场 一起对杨静宇肃立不安之功敬 安葬了杨静宇之后 暗谷龙一郎情绪表现得非常消沉 人说自从杨静宇牺牲之后 暗谷龙一郎好像是一下子比过去苍老 可以肯定的是 他受到了极其强烈的精神震撼 也许这个时候他在杨静宇身上看到了我中华民族不死之精神 也许这个时候他更深切的感受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 此外那个南满防卫总指挥部的总指挥 日本昏冬军少将野傅昌德 也受到了极大的精神震撼 他天天晚上做梦梦见杨静宇 他一闭眼睛就看见杨静宇威风凛凛的站在他面前 这个现象据他自己说持续了好多天 那么杨静宇 他的头颅被敌人砸下来之后送到了新京 新京的最高日位当局 下令对杨静宇将军的头颅进行防腐处理 然后装进了一个木匣子里 小心翼翼 恭恭敬敬地保存在日本的军政部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把杨静宇将军的遗手 从新京的日位当局机关拿出来 安放在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 解放以后又把将军的遗手 迎回到吉林 与杨静宇的遗体合为一处 再进行重新的攻击下葬 安葬在今天的吉林通话烈士纪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